由3月30日起,一连四天在三亚举行的奢侈品展览会 吸引不少富豪名名及明星到场 但昨天爆出,活动后由富二代思考淫乱派对 现场派发2000多个安全套 出席展览会的明星纷纷划清界限,莫文蔚大感惊讶 主办单位为有关传言急忙澄清,发出声明以正式听 并声言会保留法律追究权利